例如3.5.8,這是關於稅的問題 這裡我會看到有很多英文字 我會把一些重要英文字打開 讓你看得舒服一點 你自己做的時候也可以這樣做 我會用不同顏色的打開 讓你知道要做些什麼 它說,In the current financial year of Hong Kong 一個財政年度 The amount of salary tax 一個是分縫稅 Charged for a citizen It'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rules 有些法律去計算 它有一樣東西叫做 Net Chargable Income Net Chargable Income 是什麼呢? 頭4萬元就收2% 接著4萬收7% 再4萬元收12% 最低剩下的就17% 它說,Net Chargable Income 黃色,黃色 highlight Net Chargable Income is equal to the net total income minus 即是減 減 減它的sum of allowance Alarance 即是免稅額 我這裡也是用第三隻顏色筆 好了,接著它就說 The salary tax charge shall not exceed the standard rates of salary tax apply to the net total income 這裡要解釋一下 它在說什麼呢? 大家有些基本上色 其實稅率 它有這個叫做 遞進的稅階 即是你賺得越多 你給稅率的百分比 也會越高 但是它也會照顧了 有一批非常有錢的人 它就說 新凡稅 the salary tax shall not exist 不能夠超過 不能夠大 那些什麼呢? 就是標準稅率 標準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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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遠一點就會知道 這個標準稅率 標準稅率 就是這個 15% 即是說 這個標準稅率 就是15% apply to the net total income 即是說 它的 net total income 乘以15% 就是標準稅率 計算出來的稅 你跟阿弟時 你長大的時候 收到稅單 你都會看到 所謂的標準稅率 其實它會是 有另一條數 就是它 稅局很均真 遞進稅率 它會計算一次給你 標準稅率 會計算一次給你 誰低一點 就交誰 好了 接著它就說 James is a citizen in the city In the current financial year the net total income and the sum of allowance of James 就是26萬 和12萬 respectively Fund his salary tax 那就計算吧 A part的時候 由於它 26萬 其實都不是說 非常之高 人工的 如果一年來說 它就先計算 一個 net chargeable income 先 net chargeable income 這個 就是猜測 就是猜測 人工 net total income 就是猜測 這個 就是猜測 人工 就是猜測 算完就變成14萬元 這是Led Charge of Income 這筆錢用來計稅 那它的Selary Tax是多少呢? Selary Tax 就等於14萬元是這樣分佈的 14萬元的話,看這幅圖 這幅圖是投4萬元 會有,因為它有14萬元,它會有投4萬元 接著那4萬元也有 第3個4萬元也有,因為這裡加起來是12萬元 剩下多少呢?剩下應該是2萬元 如果你把這幾個數字加起來 在Jims的例子就相當於14萬 即是它會相當於14萬 即是你看到,這個會是等於14萬 就是這樣,這個數字加起來就是14萬 好,我們去計算一下 頭那些都很標準 就是4萬元 乘以 2% 2% 加第4萬 乘以7% 加 第3個4萬 乘以12% 再加 剩下的2萬 乘以17% 是這樣計算的 計算完就變成 4萬 乘以 1萬1千8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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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那個 這個稅務測試 第3個 Peter就是一個 another citizen In the current financial year The net total income and the sum of allowances of Peter X 和這個 12萬 respectively It is known that Peter needs to apply the standard rate Found the range of Rals of X 即是說有一個 Net total income 我亦都先 highlight 它 Net total income 就是X 而那個的summer allowance 就是12萬 好了 它是要付standard rate 那為什麼它要付standard rate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如果你看回上面 它有說過的 什麼時候會付standard rate 就是 如果它的 Selary tax Shall not exist 不能夠超過 它的 Selary tax的standard rate Apply在 Lat total income 即是說它的總收入 成15% 計算到那個數值 應該要是 小 它那個 Selary tax 就敢用遞進稅街 因為 現在那個稅率是怎樣呢 就是如果它 計算Standard rate的時候 它給稅是低一點的話 它是會 給低一點的稅 所以 Peter這個情況 其實它就是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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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付standard rate 的話 他應該是x乘以15% 就是他要付 這個 Standard rate的時候 它的稅是多少 x乘以15%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它應該小個等於什麼呢 我會再詳細解釋一下 其實就是兩件事做比較的 就是 $40,000 乘2% 再加$40,000 乘7% 再加$40,000 乘12% 再加 好了 這裡我用紅筆寫 就是 它有x那麼多錢 的 total income 再減 這個 12萬 都未夠 因為如果它說 是給標準稅率的話 其實它是會再減多 12萬的 allowance 留意了 如果它給標準稅率的話 它是不能夠 去 將這個 Allowance 減出來 因為 你看看 如果它是用 標準稅率的話 它是直接 將 15% Apply 在它的 NAT Total Income 上面 Summer allowance 是沒有用的 所以你發現 左手邊 我是沒有減到 Allowance 12萬 面稅 我們沒有減到 但是由於我們要 跟一個 遞進稅率做比較 遞進稅率 既然它這麼有錢的話 它給到最後的稅階 即是給到這個位 其實它還是很多錢的 即是它的收入很豐厚的 我們就要將它的 X 減了12萬 這個12萬 是在說這三個數 而 第二個 12萬 是在說 這個Allowance 所以同學 你要搞清楚 右手邊 為何要減多次12 因為右手邊 我們是計 Salarary Tax 一個遞進稅率 左手邊 我們沒有計到遞進稅率 我們只是計標準稅率 好了 我們 說回 為何要是小個等於 由於它是 超級有錢的關係 你可以 反過來想 如果一個 很窮的人 如果它是 不是很有錢的人 稅局一樣 都會計算兩邊稅率 即是 Standard Rate計算一次 遞進稅率會計算一次 通常沒有那麼有錢的人 是交這個 是交這個 遞進稅率的 即是說 通常遞進稅率計算出來 就會小一點 是不是 但是由於Peter很有錢 他就相反了 他就遞進稅率計算出來 會是很多的 而Beatle Search計算出來沒有那麼多之下 它是需要交低一點的 所以為何會是小個等於 我們接著就 計算了 這個變成 X乘15% 或者是0.15x 小個等於 這些40,000 乘2% 7% 12% 你可以一次過計算的 40,000 乘2 括號 2%加 7%加 12% 再除100 右手邊這個 第1塊是8,400 3塊加起來 就會變成8,400 OK 這裏 我不詳細寫了 再加上 紅色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 我就用紅色筆寫 X乘17% 即是0.17x 好了 12萬 12萬 即是24萬 再乘2 17% 這裏 就變成 40,800 OK 那 移項之下 這裏 是減 40,800 這裏 是減 變成 移項 0.15x 你會發現X是這樣的 X是要大於162000 即是說如果Peter Legged Total Income 即是一年的收入是超過18000萬 162萬他就需要 Apply Standard Rate 令到他交稅不多 就算了